您好 这节课我们介绍人工智能的三大学派 虽然人工智能已经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历史 但它仍然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 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去解决 关于智能的定义是这些问题中最基本的一个 对智能的不同理解衍生出该如何去研究和实现智能的分歧 从而导致了人工智能不同学派的诞生 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研究重点都有所不同 这里主要介绍人工智能三大学派 符号主义学派、连接主义学派和行为主义学派 符号主义学派是由心理学途径产生 认为人工智能起源于数理逻辑 连接主义学派由生理学途径产生 认为人工智能的基本元素是神经元 行为主义学派由生物演化途径产生 认为智能取决于感知和行为 取决于对外界复杂环境的适应 首先我们来介绍符号主义学派 人类相比于其他高等动物而言 是唯一一种具有复杂的语言和文字体系的物种 一二三是符号 ABC是符号 语言是符号 文字也是符号 人类的所有知识都可以通过语言和文字进行交流和传承 并基于这种知识进行推理、判断、学习、思考和创造 符号主义认为人工智能源于数理逻辑 所以它又称为逻辑主义、认知学派、心理学派或者计算机学派 它的基本思想是从人的思维活动出发 利用计算机的符号操作来模拟人的认知过程 强调的是功能模拟和符号推演 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有麦卡锡、纽威尔、西蒙等 人工智能诞生之初 从通用问题求解到自动定理证明 从专家系统再到知识工程 符号主义曾长期的一枝独秀 符号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础是物理符号系统假设 符号主义将符号系统定义为以下三个部分 它包括一组符号对应于客观世界的某些物理模型 包括一组结构 它是由某种方式相关联的符号的实力所构成的 还包括一组过程 它作用于符号结构上而产生另外一些符号结构 这些作用包括创建、修改和消除等等 也就是说 一个完善的符号系统应该具有下面六种基本功能 具有输入符号和输出符号 能够存储符号和复制符号 可以建立符号结构和实现条件性转移 符号主义将物理符号系统假说作为一个不正自明的公理 由此得出来了三条推论 那推论一说的是人具有智能 那么人必定是一个物理符号系统 人之所以能够表现出智能就是基于它的信息处理过程 推论二说的是计算机是一个物理符号系统 那它就一定能表现出智能 所以通过上述两个推论又得出来了推论三 既然人脑和计算机都是物理符号系统 那么用计算机一定能够模拟人的智能活动 实际上物理符号系统假说 是在计算机和人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 为计算机可以实现人工智能提供了一个哲写依据 从而成为符号主义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石 符号主义的主要特征是 一 立足于逻辑运算和符号操作 适合于模拟人的逻辑思维过程 解决需要逻辑推理的复杂问题 二 是知识可以用显示的符号来表示 在已知基本规则的情况下 无需输入大量的细节知识 三 是便于模块化 当个别事实发生变化时 易于修改 四 是能与传统的符号数据库进行连接 最后一点 是可以对推理结果进行解释 便于对各种可能性进行选择 符号主义也存在缺点 它可以解决逻辑思维 但对于形象思维难以模拟 将信息表示成符号后 并在处理和转换的时候 信息都有丢失的情况 连接主义又称为仿生学派或者生理学派 它的基本思想是从人脑的微观结构模拟出发 认为人的思维机缘是神经缘 而不是什么符号处理过程 通过模拟神经缘信息处理特性 网络连接结构以及神经突出连接强度的调节机制 可以构造人工神经网络实现人的感知过程 形象思维 分布式记忆和自学习自组织过程 人工神经网络研究始于1943年建立的 第一个神经缘数理模型MP模型 现在神经网络模型已经有数十种之多 应用较多的包括BP网络 RBF网络或菲尔德网络 Kohane网络等 深度神经网络是目前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神经网络的三个要素是 构建神经网络的神经元树立特性 网络连接的TOP结构 以及调节网络连接权质的学习算法 连接主义的主要特征是 神经网络通过神经元广泛连接构成 信息存储具有分布性 信息处理具有并行性 可以在输入与输出之间建立复杂的非线性关系 通过对神经元之间连接强度的调整 可以实现学习和分类等 还可以实现联想功能 可以接受不完整的输入信息 并且便于对有噪声的信息进行处理 它非常适合模拟人的形象思维过程 连接主义也存在缺点 神经网络在输入与输出之间 建立了一个无法解释的黑箱 这既是它的优点 也是它的缺点 它的优点是 我们只需要准备存在对应关系的输入输出数据 对它进行反复的训练就可以了 但是它无法显示的描述知识 不适于解决逻辑思维问题 连接主义和符号主义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 行为主义又称为进化主义 或者困之论学派 它的基本思想是认为 人工智能源于控制论 智能取决于感知和行为 智能行为可以不需要知识 它提出没有表示的智能 或者没有推底的智能的观点 行为主义将能够与环境进行感知 和行为交互的任何个体都抽象为Agent这个概念 并且通过个体是否具有合理的行为 来衡量其是否具有智能 提出智能行为的感知动作模型 认为人的智能 机器智能可以逐步的进化 但只能在现实世界中 与周围的环境交互中体现出来 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是Brooks 其代表作是一个由150个传感器 和23个执行器构成的像蝗虫一样 能做六足行走的机器人实验系统 它被干测是新一代的控制论动物 是一个基于感知动作模式的 模拟昆虫行为的控制系统 这个机器爬虫 它虽然不具有像人那样的推理规划能力 但其应付复杂环境的能力 却大大超过了原有的机器人 在非结构化的自然环境中 具有灵活的旁碰撞和漫游行为 这个成果对当时人工智能的主流学派 形成了不小的冲击 目前行为主义学派的观点被广泛的认同 形成与符号主义 连接主义两大学派顶足而立的格局 好了 本讲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